嗨,晚上好 每晚人民网陪你阅读 我是宇杰 我在苏州向你问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作者 北书 所有一切都会成为国烟云烟 时光匆匆转瞬即逝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体会过事态炎凉 也感悟过人情冷暖 我们总以为有些人 一辈子都难以放弃 有些事一辈子都不能释怀 有些坎儿一辈子都买不过去 殊不知 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那些放不下的人 忘不掉的事 过不去的坎儿 原来到了最后 岁月都会替你轻妙淡写 人的一生中 时常会遇到不少坎坷 不少困境 然而 面对生活的刁难 我们总是在抱怨与揭怀 感叹着命运的不公 却不曾想过 无论我们怎么抱怨 怎么哀叹 一切 早已尘埃落定 与其念念不忘 过去的一切 不如放平心态 过好如今 时间 回不到开始的地方 对于一切已经错过的东西 不要一再地去遗憾 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只有好好珍惜 已经得到的 错过的 才有意义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物 是永恒不变的 你终究要明白 好事坏事 终成往事 人生无需太多感慨 想开 便是晴天 所有经历 无论是好是坏 都是一种成长 所有一切 到最后 都会成为 过眼云烟 生活对于任何人而言 从来都是不容易 虽然 我们被赋予的一切 并非最好的 但从来也不是最差的 懂得笑对生活 生活 才会善待于你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 是不为过去而悲伤 不为现在而惆怅 不为将来而迷茫 无论好坏 都能够 坦然面对一切 有句话说过 时间 是最好的疗伤药 能治好所有的遗憾 深以为然 那些苦苦留恋的人 到最后 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 那些苦苦纠缠的事 到最后 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去 时隔多年 你再回头想想 才会发现 过往的种种痛苦 难过 不堪与烦恼 最终 都会成为 无关紧要的小事 人这一辈子 没有所谓 过不去的坎 也没有所谓 熬不过的苦 过不去的时候 缓一缓 心很累的时候 歇一歇 耿耿于怀的时候 放一放 慢慢的 时间 就会在不知不觉中 抚平所有的 忧伤和遗憾 于华在《活着》里写过 没有什么比时间 更具说服力了 因为 时间无需通知我们 就可以改变一切 是啊 时间能看清一切 更能带走一切 不要太沉浸于 过去的悲伤力 也不要为当下的苦恼 顾虑太多 毕竟 每个人 都会经历一些难关 一段难熬的岁月 生活 生活带给你的一切 心酸和苦难 其实 都会被时间 一一化解 人生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 在修炼的过程中 我们难免 被生活 磨砺出许多伤痕 但你要相信 时间 终能愈合所有的伤口 当你懂得 一切随遇而安 顺其自然 时间 自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祝您晚安 好吗